這個虎年 這個一整年 我們現在國運到底可以如何 沒錯 那以國運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我剛好做了一個牌 那這個牌剛好有對應到我們的 現在的民國 因為現在民國是一百一十一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上面這個牌有沒有 上面不是有個一一一嗎 對 就剛好對應到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就是對應到這張牌是皇后牌 那皇后牌呢 代表是什麼呢 第一個數字三 顯示炮火猛烈短兵相接 所以真的今天要選舉 沒錯 而且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說不只是台灣 世界各地有沒有 都會開始有零星的炮火出現 那如果靠近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兵分三國 哪三國就是美中台 是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開始 會感受到說 美中台每一個人都在秀他的實力 還有他的武器兵力 是那特別要小心離島 其實老師也要建議就是說 台灣也要特別要小心一點 就是像什麼潛艦啊 或者是戰績啊有沒有 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都不用怕 是不是 因為這個都只是一些 小小的恐嚇 威嚇而已 第二個就是 越到下半年的時候 會有很多像醜聞會爆開 特別是政治人物 還有演藝圈 去年不是有很流行 這個王力宏的事件 對 對 到了今年 我覺得還是會有比王力宏還精采的 還有比王力宏更精采的 我是覺得好像會蠻好看的 所以要小心夫妻間的事情 尤其是巨蟹座 牡羊 還有處女座的男生 你要特別的當心 會有一些是非 小心了 沒錯沒錯 這些政治人物 藝人都要特別的小心 那第三個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牌中的女王拿著權杖 而且這個權杖是往上翹的 有沒有看到 代表是說 台灣與歐美的關係 會更加緊密 因為我們那個方向 就是指的就是歐美 對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 你像還有一些 歐洲的小國會加入台灣 對 這也會讓我們有新的契機 太棒了 對 還有一些大國會與台灣合作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牌有沒有 有很多的這個樹葉 這是一個爭葉林在旁邊 那這個代表是說 我們的外交 越來越多的樹來給我們靠 所以這個是好的 真棒 真棒 第五個是台灣的經濟會增長 為什麼 因為這個女王拿著權杖 往上翹 就是代表是說 經濟越來越好 而且會有很多的國家 都想要跟我們有沒有 就是做朋友 也因為經濟的交流會更多 還有台灣也會投資很多歐洲 還有就是一些新興國家 會有一些投資的角色 然後第六個疫情 在第二季後會逐漸的輸解 太棒了 很開心 超開心的 那很多人會說老師怎麼看的 因為看上面那個數字不是三嗎 對三就是三月後 三月以後 沒錯沒錯 就可以好轉了嗎 就可以慢慢的好轉了 是前提之下在一月二十九號有沒有 水逆在摩羯和鄉冥王心 在一月二十九號過了之後 如果沒有再更大的爆發 因為我是覺得三月後 大家都會可以慢慢的 就是越來越舒緩 然後我們的阿中部長有沒有 也就會比較壓力比較那麼 比較不會那麼大 再來就是第七個很重要 台灣今年的重心會往南走 因為你看到這個牌中 有這個水有沒有 這個水是流向南部的 那水就是柴水 所以南北有望翻轉 以這個來看的話 我們以風水來講 高雄有一個八五大樓 它有一個洞 所以當八五大樓蓋起來的時候 整個高雄經濟開始往下滑 然後大團百貨就失火 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老一輩的都有知道 現在剛好去年週季飯店有沒有 整個都蓋好之後 對 剛好填了那個八十八五大樓的這個洞 所以以我們來看的話 就是說二零二二年開始 你會發覺說 整個高雄非常火弱 然後整個 半導體 電子科技業有沒有 都會從南部這邊有沒有 再發光發熱 也請教老師 這個新的一年 觀眾朋友一定很好奇 就是運勢最好的三個星座 到底是哪三個星座 沒錯 那我們首先先來揭曉第三名的星座 第三名的星座 那第三名要恭喜獅子座 獅子座 沒錯獅子座的觀眾朋友 就是會被人挖腳 左右為難 真好耶 還左右為難 又姬姊什麼星座 水瓶座 水瓶座 水瓶座雖然沒有上榜 但是是排在第四名 也是不錯啊 對不對 那獅子座的觀眾朋友 你會感覺到說 好多人都喜歡你 A公司也喜歡你 B公司也喜歡你 所以你就會有被人家挖腳的一個狀況 所以要恭喜獅子座 恭喜恭喜 是 那我們先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的星座 恭喜天蠍座 天蠍座 沒錯 因為木星就是順行落入到 就是天蠍座的偏財工 也就是我們的武功 所以你會突破困境 2021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些 就是跟人家有些不和 或者是說有一些案子 delay到或卡住的話 通通都可以在2022年 就是油黑方紅 那如果說你有一些小人 或者是很難纏的這個天敵 你會發覺2022年 這些人自動不見了 小人遠離了 沒錯 你把他打敗 擊倒了 所以在這裡 就是要恭喜天蠍座 真的恭喜天蠍座 是 第一名好期待 很期待 是哪位呢 是 那我們就來揭曉 第一名要恭喜雙魚座 恭喜雙魚座 是那木星落入到雙魚座的本命工 所以2022年你會發覺說 你過去2021 如果你有套牢的股票 基金 或者是套牢的標的物 通通都會解掏 如果是創業的人 你會發覺 你這個創業會越做越好 雖然現在景氣稍微差一些 這是內需 但是你還是可以 在這樣的景氣裡面 逆風高飛 那如果說你過去有一些什麼病痛 或者是說哪邊痠痛有沒有 或者是有看不好的病 都可以找到良醫來醫治喔 現在健康真的好重要 所以我們恭喜雙魚座天蠍座 跟獅子座的觀眾朋友 但如果你沒有在榜上 這個也別心急 我們接下來請教這個小莫老師 那運勢最強的前三名的生肖又是什麼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揭曉 第三名的生肖 第三名要恭喜的是屬馬的 屬馬的 沒錯 因為屬馬的人有三台心落入 是 那三台心就是主 這是急慶 所以你會突發努力 也就是說你在二年二二年 只要你多付出一分 你就可以回復到三分 是 沒錯 而且你會感覺到說 過去主管上司很像都不是很重視你 很像都不是很想理你 對 突然在二年二二年 好奇怪喔 過了這個虎年有沒有 主管上司很像感覺都想要把很多東西都給你做 那你也要願意去做 因為你付出一分可以回來三分 那還不努力嗎 沒錯 沒錯 當然了 所以你就可以在虎年裡面你就會 是一匹黑馬 所以老師在這裡要恭喜屬馬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是第二名 第二名 屬牛的 屬牛的 是是是 那屬牛的觀眾朋友 受到紅鑾心落入 紅鑾就代表是說 哇 有很多的異性 很多的人際關係都會拓展開來 而且異性就是你的最主要的貴人 所以你的主管上司如果是異性的話 他一定會給你很大的這個支持 如果說你有什麼疾病的話 你會發覺說疾病遠離你 但是也要戴口罩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那我屬牛 我選到 對 見狀如牛 見狀如牛 對 那我就是就不戴口罩 還是要小心謹慎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的朋友 好 要恭喜屬雞的 屬雞的 沒錯 屬雞的受到紫薇跟隆德 對 這兩顆疾心落入 所以你如果過去有一些像什麼 股票 套牢 套住了 或者是房子都賣不掉的 對 是 那你會發覺說 很像怎麼都解開了 是 那如果說 你想要投資股票基金的話 其實在今年 就是第二季的時候 如果有看到一些股市 比較下滑一點 其實可以逢低加碼 如果你過去有一些 就是股票有套出 真的很難解套的話 不妨趁這個低檔的時候 加碼逢低攤平 還蠻有這個獲利的機會